上個星期三凌晨衝擊立法會的案件 外號法國佬的熱血公民成員張家遣今天提堂 大約20個熱血公民成員到現場聲援 又遣責警方以即時提堂為理由 將張家遣扣留近80小時 聲稱已向警察投訴貨作出投訴 張家遣由警車押送至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他被控一項刑事毀壞 控方說由於仍需要時間搜集證據 亦希望與另外4個同案被告一併處理 申請將案件日後至明年1月19日再提堂 事發在上個星期三凌晨 一批示威者衝擊立法會 張家遣涉嫌毀壞立法會大樓兩道玻璃門 幾幅玻璃牆等等